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好久没有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因为他都待在法国的巴黎老姐田厨碎碎念 这是他的FB 我再念一次哈 巴黎老姐田厨碎碎念的何辛翰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辛翰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大家好 辛翰好可爱哦 辛翰我觉得我下次要邀请你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教大家化妆 造型化妆 我刚刚一起看到辛翰我就说 辛翰你怎么搞的头发才多久没见 一年多吗 这是假发 对啊 他就跟我讲说这是假发 长长的假发 我下次要来辛翰 邀请辛翰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跟大家讲怎么样变美变漂亮 可是他上面还有假头皮哦 哦很像哎 对然后一顶其实不贵啦 在哪里买的 在西门丁 在西门丁 所以这不是从巴黎带回来的哦 不是西 巴黎的太贵了 我本来都想说全身上架 你可能全身上架都是巴黎造型 对对对 这些都是巴黎特价的时候买的 然后就是可能原价50欧 我就买特价16欧 我就买下来 哦 我上班衣服穿的不多 因为辛翰刚刚就跟我讲说 这是他在上班时候的造型 啊我知道他上班不在台湾 他上班在巴黎 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台湾的假法 在西门丁买的假法 辛翰应该是 呃 全子寺回来的时候才够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没错 好可爱哦 对 好啦我们来跟辛翰聊聊天啦 因为呢 听众朋友如果有追上他的巴黎老姐填除碎碎念的FB 就知道呢 辛翰呢 一直在做一个桥梁的工作 有一种 像是这种 现场传真的一种感觉 你可以感受到他在巴黎的生活 我先问一下你们家安娜达好吗 他今天怎么没有来 你们家的巴黎小厨师 其实我们前两天去台中 嗯 然后因为最近法国有个节目叫做Axia Belle Belle 会去各个有名的地方采访 那这一次这一周他他采访的就是台湾 然后有鹿港 结果我公公婆婆一看到之后马上就是视讯电话打过来 嗯 就说哎 那你们好不容易去台湾休假 你们要不要去鹿港 然后我就被他拉下去了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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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辛翰 嗯 换句话讲你的公公婆婆现在在巴黎吗 她们在诺曼蒂 她们在诺曼蒂 对 所以等于是呃 如果今天我用诺曼蒂来比较 用巴黎比较台北 诺曼蒂是在哪里 诺曼蒂是桃园吗 是南投吗 没有哦 应该比较像宜兰哦 宜兰 比较像宜兰 台湾的 漂亮的地方 鹿港 鹿港 他还指定是鹿港 对 诶 怎么这么有趣啊 对 你在巴黎的生活有经常看到台湾的这些有关的这些节目吗 应该是比较少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我不看电视 哦 其实你不看电视 可是可是你的公公婆婆就有感受到对不对 对 她就希望你们去鹿港给她买什么是不是 没有就是要再拍照给她们看一次 诶 所以等于是这个电视节目的传播跟影响力很大对不对 对 而且因为他们去鹿港拍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先预录好的嘛 所以他们就是拍那个很漂亮的时候 对 对 都是曲最美的时候 对 对对 然后还有那附近比如说日月坛那些 所以你们就顺便做了一趟这样子的旅行 嗯 我是去台中 然后鹿港 然后因为我去过日月坛 嗯 然后去日月坛 小厨师有去过吗 没有 你怎么会说你去过呢 好坏哦你 我跟我前男友去过 哦真的吗 他知道吗小厨师 有他知道 嗯 对然后 啊我妈妈在那边说不要讲 哈哈哈哈 今天辛亥的妈妈又来到节目现场 对 没有入境而已 对 然后那个 然后她现在就是拖 就我就回台北嘛 我昨天晚上回台北 那她就是去日月坛 她骑了28公里的脚踏车 游湖 我知道了 是因为我请你来上节目 所以你就让她 对不对 一个人行 28公里那种 她的路线我无法 我骑脚踏车 骑得很差 哈哈 对我上次在凡尔赛 还骑到摔车 凡尔赛哦 对 还骑到摔车哦 对然后 那叫什么 救护车还开过来 蛤 可是在巴黎出动到救护车 你要付钱吗 不用 不用对不对 不用付钱 好啦我们来聊一聊 有关于小厨师 怎么样看台湾啦 嗯 因为这个应该算是小厨师 第一次深入到台湾 呃比较观光景区的地方玩 对不对 因为你们每次回来都好紧迫 哦 时间都排得好紧哦 她之前有 就是我在巴黎继续工作 然后把她丢在台湾一年 嗯 学了中文 嗯 那那个时候就是她就有点忧郁 嗯 所以她就会自己一直去玩 哦 她就可能会去宜兰啊 花莲啊 嗯 那边 比较近的啦 而且她很厉害 她可以走阳明山自己 或是 就是从我们家在淡水那边 嗯 走阳明山然后再绕很大一圈 然后不知道再走走回哪里 所以等于是新汉 这个应该是法国人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吗 就比如说你们在巴黎生活的时候 你们也会经常跑出去 去 没时间 工作太多了 是来到台湾培养的习惯 出去旅游出去看东西小厨师 嗯 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我们会出去旅游 可是可能就是一些欧洲的小镇 哦 对 可是在巴黎 所以 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在工作 所以就只有排休假 譬如说我们好不容易可以休个五天 嗯 好那我们就去 特定的地方 对 去度假 对不对 对 譬如说去西班牙啊 去意大利啊 那些地方 哦所以是不一样 欸那小厨师很厉害欸 你把小厨师一个人丢在 小厨师是法国人啦 是新汉的 本来是新汉的男朋友 现在是新汉的老公 对 然后呢 等于是小厨师呢 呃 一个人在台湾的时候 他懂得怎么样来找台湾的旅游景点 对不对 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 对 因为呢 要走阳明山 这个其实很厉害欸 你说他现在人在爬什么山 雪霸国家公园 他现在人在雪霸国家公园 对 他喜欢台湾的地理环境吗 很喜欢 超爱的 因为其实 说实话 嗯 台湾地理环境很好 就是 气候适宜 嗯 然后又靠山靠海 对 那他海就有海鲜 那山就可以爬山 哈哈哈 景观又很好 他很开心 开心的 开心的不得了 那我可不可以知道 小厨师看到了我们的彰化路港 嗯 跟影片上面所拍的感受是否一致 其实我们看不到那个影片 哦你们还没有看到那个影片 因为我们在亚洲区 嗯 所以其实一般的法国电视 他被限制了 对被锁去 不然我们其实是一般在法国 我们可以看重播 对 就是电视上重播 对 电脑上可以看重播 嗯 可是在台湾就是版权就被卡掉了 所以你没有看到那个影片到底拍成什么样 是透过你的公公婆婆 的照片 的照片 对 才知道说哇他们眼中看到的台湾是这样 对 对 也希望你们能够拍出那样子的照片回去给他看 对 影响力好大 好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好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不知道连法国的电视台 法国的电视节目都对台湾这么感兴趣 对 他们其实做的蛮好的 对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有找 我们前一阵子其实有聊到那个Netflix 哦 对 他们有来做那个嘉义的美食 影响力也很大 好来 准备来了 3 2 我是黄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邀请到的是巴黎老姐田厨碎碎念的和辛翰 我不知道下次碰到辛翰会是什么时候哈 因为他现在主要的工作都在巴黎 听众朋友呢 如果认识辛翰知道辛翰 他就是全台湾第一个进到法国总统 对不对 总统府 法国总统的总统府 对 再讲一次香谢力社公 对 对不对 在香谢力社公 是艾 等一下 巴黎的雷利社 艾谢力社 艾舍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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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哎 我有点忘记了 因为我都讲法文 对不起 法文是什么 巴黎 就是指大的那种漂亮的广场 巴黎 对 雷利社 雷利社 对 因为呢 他就帮法国总统在做国宴的时候做甜点 呃我其实最近有看天皇玉厨啦 嗯 重播的啦 你知道这是日本人拍的 他也是讲到有关于怎么样帮总统还是天皇做料理 好啦等一下喔 因为星汉呢 今天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因为他太久没有看到我 他帮我买了一些东西 我要让他介绍这两个糖 我觉得这两个糖好可爱喔 来如果听众朋友追上YouTube的话 就会看到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 宝师傅也很喜欢 嗯 这个其实是很欧式的 对 那会有一个马口铁 这个马口铁盒呢 这次他买的是椭圆形喔 可以留下来 对 然后呢 保师傅有很多是那种长方形 嗯 有大有小 对 他们很喜欢把糖果放在这里面 对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环保的概念 因为呢 把里面的糖吃完之后 保师傅就在里面装他自己 喜欢吃的糖果 对 可以装耳环啊 或者是小戒指啊 什么都可以装进去 那你刚刚跟我讲说 你买的这两个是什么糖呢 这两个其实是 嗯 蛮有名的糖 嗯 就是是那个 嗯 应该是那叫 不更年 就有餐酒 那个地区 欸还是薄药的 我有点忘了不好意思 嗯 因为这个是他们现在是全部像那种公路上的交流道 都会卖的糖 它是什么糖 它其实算是回香的味道 可是其实我翻回香不太对 嗯 八角 也不算八角 它是一种欧式的回香 嗯 对 就是是散状花科的嘛 因为其实在欧洲有很多回香类 对 它叫绿回香 它叫绿回香 然后它指是绿的 所以并不是八角 不是八角 还是接近 不是八角 它指是绿的 对 那我们所讲的像法国的回香酒也是绿回香吗 嘿 回香酒 我在想应该是 对啊 因为其实我 同样的名字 我大家他们都 我朋友他们都一直喝 可是我都很怕那个味道 哦 所以你不习惯 他们喜欢这个回香的味道 是因为它可以提神吗 还是它有任何种 有点像台湾 会喜欢吃那种 小的那种 凉爽的 对 那种感觉 或者是那种凉爽的 薄荷丁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开车的时候 你就可以吃 然后或者你要跟别人见面 然后你刚吃完饭 你也可以吃 口臭 对对对对 礼貌 五百年前是 俊说是这样 五百年前 对 这个回香糖有五百年了 我在想应该有 我想起一定有啊 因为其实他们以前在法国 他们有很多这种社交活动 应该是伯格丁 应该是伯格丁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成那个伯格 好 没有问题 他给我带来了这个好可爱的 我第一次看到 我其实有看过类似啦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椭圆形的盒子 而且这个他们的盒子上面的印刷 附骨型 对都很宫廷耶 很好玩 像像名画 像欧洲的一个名画 你知道一部分结局 这个更好玩 这个是一对恋人的样子 而且旁边还有一只小羊 嗯 还有装羊乳的瓶子 好country的感觉 所以欣翰这是他给我带来的东西 可是今天欣翰 其实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要跟大家聊 他在巴黎做什么 这件事情可以给大家 呃 参考 可以让大家学习 嗯 忙什么 其实我现在有点转型了 我现在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都在办公室工作 你不是那个时候去巴黎要学料理吗 不是准备要开餐厅 哦 对 可是最后发现 我们的本金不够 所以在台北大概开不下来 嗯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 啊与其这样 那我们就继续回巴黎先赚钱 嗯嗯 就赚钱为重嘛 可是巴黎好赚钱吗 目前为止 嘿 因为 在巴黎房租很贵 嗯 你这样扣掉生活费或房租的话 其实是比台湾好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那个工作上 因为我们都是法餐 跟法式甜点出生的 在那个工作上得到的满足感 会多一点点 我觉得辛亥其实还算蛮脚踏实地 否则的话 你只要开放你在巴黎的生活 就可以变成YouTuber了 哈哈 我会很直接的讲 其实我 开放你跟小厨师的房子 或是一直拍照之类的 那比如说我今天走在路上 我看到什么 我在工作的时候干嘛 然后用台湾人的观点 来解读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可以变成一个YouTuber 而且其实辛亥的造型很好 辛亥本身就是一个漂亮姑娘 可是因为辛亥很国际人 非常国际化 所以 为什么不用方便的 轻松的方式来赚钱呢 我都好想看你们家 我那样会心虚耶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些YouTuber好了 他们可能是背后就先要投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要请人帮你拍照 对 你要穿衣服啊 对 那你每天比如说出门前 比如说我有些 都设计好的对不对 对或者是我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那么专业 可是他就比如说他要租个很大的房子 所以他就是煮菜就可以 好像好像在家里 就是家里很漂亮 然后或者是出门就会拍那美日传达那样 可是我就是 就是让大家羡慕你在巴黎的生活啊 可是我觉得我的粉丝业 比较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世界 是没有错 巴黎的真实世界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还是很想看你们家 小两口 你知道不管巴黎是窝居还是豪宅 我都充满了兴趣好好奇哦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这其实是满足现在人的窥探欲望 可是我觉得越真实的东西 其实大家越不想去看 不会 我觉得因为你人在巴黎 所有的人现在在巴黎 都用巴黎在赚钱 即使你今天讲的并非真正百分之百如实 或是有的时候是假的 其实有百分之一 对其实有的时候是假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是冲的 你知道冲打肿脸冲胖子 我觉得大家都会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你 因为你在巴黎 好来 好 3 2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邀请到的是巴黎老姐填除碎碎念的何欣漢 来跟大家聊聊他在巴黎做什么 王瑞瑶其实蛮有行销头脑的 我觉得我应该把何欣漢签下来 这样子他以后在YouTube上的影片 我就可以分钱 哈哈哈 可是我在YouTube上 我应该都会放我弹琴的影片 不要放这些东西 我就讲啊 有一些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IG上的一些人 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呢大家都不断的追踪 follow他 然后都羡慕 我自己有时候看到那都凿痕太严重 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些阅听大众 都没有办法辨别真伪 就是因为你总是用你自己心理 内心的城堡 然后去想象去羡慕别人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那个 真实很好啊 我那时候会成立我的粉丝业 其实是因为我发现有太多人 被一些比较漂亮包装的资讯所影响 比如说你去巴黎逛菜市场 我就想看啊 你知道吗 我就很好奇啊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 你分享你的生活 我觉得大家就会follow你追踪你 然后呢 搞不好可以创出另外一个副业 辛亥的妈妈一直点头啊 因为辛亥的妈妈 看她女儿赚钱好辛苦喔 因为我喜欢赚辛苦钱 好啦告诉大家你在巴黎 怎么赚辛苦钱 我现在逼着自己赚心 因为就之前都在做甜点嘛 厨师嘛 对厨师甜点都有 那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待过 然后我以前的主厨 或是以前的同事 他们现在几乎都去法国学校教书 那说实话现在在巴黎 也离开餐饮界了吗 都去也不算离开 因为当你有个好一点的资历的时候 学校就会找你去当老师 其实跟台湾差不多耶 好多厨师都进到学校去了 那再加上我们这种年轻一点的 也没有像我那么年轻 可能比我大十十岁 那他们其实比较会讲英文 所以这种外国学生就很 很适合外国学生的这个教学部门 对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不想要花一些时间 学法文就来法国了 那他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就会遇到很多问题 语言障碍 对就是变成说吸收可能不够啊 或是理解有点偏差之类的 对 那我的话我是比较保守 因为我本身不是法国人 我没有那个法国脸去卖 所以我现在是在一个蛮特殊的学校 就是他是一个线上教学 对线上教学法国甜点师执照 面包师执照 巧克力师执照的一个学校工作 可是在这个线上教学 应该也有很多外国人 就像刚刚欣翰所讲的 会想要透过线上教学来取得 这些法国各式各样 互费师的执照 对不对 对 因为像我们学校有时候就遇到一些人 他可能在外面学了 花很多钱学了 可是其实他真的去考试的时候 考不过 我知道了 很像台湾考乙级丙级的这个 对不对 有点像 对对对 这种特训班 是不是 也不像特训班 就是变成说 如果你是线上教学的话 你不管学生他吸收力如何 他都可以一直反复看 一直反复看 然后我们的影片那些都一刀未解 等一下等一下 辛亥你自己有法国烘焙师的各式各样执照吗 有 你有什么执照 我有甜点师 然后还有厨师 厨师 厨师 然后可能会考巧克力师吧 巧克力师 巧克力师 巧克力师跟甜点师不一样 不一样 可是其实在工作的那个时候 我就巧克力师要烤的东西 我几乎都要自己做 所以其实我不太确定要不要为了证照去烤 可是这个证照在巴黎工作 还是回到台湾工作有帮助吗 或许大家在台湾会知道 我一定要烤以及丙集有中餐有细餐 也有烘焙 可是旺季其实在巴黎也有 你在工作的时候 他会要求你要有这样子的执照吗 呃 其实我自己的状况比较特殊 因为我第一个工作就是五星级饭店的甜点房主厨 嗯哼 所以他们其实看你 是直接看你试作跟带团队的能力 嗯哼 但是如果说你是 实战能力 对 可是你今天是外国人 那我其实都还是会鼓励就是 我的粉丝也会有些朋友 嗯哼 就是人来问我一些问题 我还是会鼓励在 就算你读的学校他没有这个学程 嗯哼 你还是要自己去考 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 你考过了 连本国人也是 你考过大家就会知道 啊你有基本的一些能力 你会基本的东西 对 然后卫生啊管理啊 然后基本的操作你都知道 嗯哼 对 欸好好玩喔 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法国的这些 这些刚刚呃 新安所讲的有关于料理或者是烘焙的这些执照 好考吗 看人欸 看人是什么意思 你有考过台湾的吗 没有 我有 你有 我有考过台湾的面包饼鸡 那我们可以比可以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吗 有什么不一样 呃 我觉得法国的话 譬如说 他 我们我现在在负责的是甜点 嗯 甜点执照这一块 那就有六十几个食谱 六十几个食谱 对 可是法国 呃台湾就没有那么多 吓死人了 台湾通常有一两个师傅就可以 开类似这样子的班啦 你知道 就比如说证照的这个 就是 而且到时候是 现场抽签 就会变成说你要做 譬如说可送面包那一类的 他们也是现场抽签 对然后 也不是现场抽签 但是你当天才会知道 对 然后就是那种大型的慕斯蛋糕 有一类 然后塔类 有一类 对 所以其实你 对然后泡芙有一类 所以你其实要准备的很多 你不 比较不像台湾 你大概知道 他就是那几类 对 什么题目大概也都知道 对不对 对 比较难考啦 六十几个师傅在线上教学 光是甜点 对不对 光是你负责的 六十几个食谱 六十几个食谱 我们每个食谱 我以为师傅 六十几个食谱 我们有分几大类 就跟考试一样分几大类嘛 然后当然还有加一些无敷值啊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法国 有很多人其实他是想要自己做 他并没有说以后要开店 可是他想要考那个执照 知道就是啊 那这样我就不必去面包店买一样的东西 法国面包店是有卖甜点的嘛 对 就不必买一样的那个圣女小泡芙啊 那些东西 那他们就是 就想说那我就花少少的钱 然后我也在工作 那这个学甜点 线上学吃点当禁锈 对 所以他们不一定是把视为取得执照 跟要入这一行有关啦 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像辛亥所讲的 他其实取得执照 是因为他自己想吃啊 他想要做的更专业啊 对不对 他想要了解这个行业 就是让自己在即使是在家里做烘焙 也会变成更专业的一个烘焙作品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六十几道食谱 法文 线上教学 嗯 这个吸引我的主意 还有分步骤教学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我以为六十几个厨师给人家Surf 吓一跳 不是是食谱 吓死人了 哦 没有不会来 嗯 还有两段哦 好 好 准备来咯 我是旺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我们邀请了可爱的何欣汉 巴黎老姐田厨碎碎念FB 大家可以去追他的FB哈 嗯 他的FB很好玩 他的FB很真实 哈 大家可以感觉到一个在巴黎生活 还有嫁给法国人的台湾 嗯 美女主厨 美女甜点主厨 的生活 我刚才其实有鼓励辛翰 要发展成YouTuber 不过我想他是不会理我的 还没发现 对不起 因为呢 他呢 选择他自己要的路 而且非常坚定 那所以等于是辛翰你之前 比如说是在做主厨 做甜点 在这个业界 现在跑出来 你知道 在做这种线上教学的工作 所以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还是需要面对学生 对啊 这些学生是谁呢 就比如说他们是巴黎法国人吗 是很多外国人吗 对 几乎都是法国人 然后是很多劳工局 送过来 因为我们学校是真正的一个 在法国法律上是真正的一个学校 所以说 不是补习班 不是 所以你可以用你自己 譬如说我以前工作 那么多年在法国 那其实每年工作 我都会有一些 净修基金 对 就我每年那个 我每个月 自己存的吗 不是 是我每个月薪水就是被打掉23% 然后那23%里面就有那种 退休基金 失业基金 然后净修基金 政府规定的 对 等于是你今天去这个地方工作 有23%就直接被扣下来了 对 如果我是被雇 退休 对 进修退休还有呢 还有失业 进修退休 失业 对 然后 职位高一点 还有那个学徒基金 就是你给其他那种学徒 就是那种建教合作的人 他们的薪水 其实我们 也是你要分担 你要分担 对 好有趣喔 我没有听过这样子 就算一个社会的福利的一部分 而且是大家共同支撑这个福利 对 对 那这样子的话 譬如说我就可能有一千块的累积额度 那我这一千块在我们学校就可以抵掉 学费 对 可是其实我们学校学费不贵 可以直接拿出来抵喔 可以 我们台湾人对于自己的健保老保 有的没有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弄不清楚对不对 可是在法国居然这么清楚 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装APP 然后你就输入自己的那种 也不是身份证字 好在法国是 社会 社会福利嘛 对 然后弄弄弄弄弄 然后就会跑出了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这些钱对不对 对 我们其实在台湾都莫名其妙都不知道 我们这些提拨的钱干嘛 怎么了 嗯 其实是鼓励大家就是进修的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 不错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去法国 我就是要学甜点 对 但是其实我真正在法国工作 其实我身边的人 很多有名的甜点师 他可能以前是做厨师的 然后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本身就是面包师加甜点师 就是法国比较喜欢 多元 对 然后我觉得 多技能 对 然后在工作上 你也会比较容易 如 如 得水 也比较容易融入啦 对不对 对 比较知道别人到底在干什么 对 或是也知道自己就是 坐到这边 然后就可以去其他部门帮个忙 然后再飘回来这样 哦 所以他们不会坚持说 我今天做这个东西 我就只做这件事 比如说我只做甜点烘焙之类的东西 我就不太管 巧克力我也不太管 他们其实喜欢学习多技能 对 身段很低哦 因为其实这一块食 就是做料理这块 它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其实你越往上爬 你就会越觉得自己不足 你就会越想要学新的东西 嗯 那你这样知识就会这样 比较多面向的巩固起来 嗯 对 啊可是这个线上教学 你刚才讲说大部分都是法国人 对不对 有 比如说有外国人吗 诶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老板很想要出 就是大中华市场 所以把我抓过去 嗯哼 他想要出一个中文版的 真的有市场吗 我觉得有欸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太确定 我觉得台湾光是台湾人 光是台湾人这么 这么喜欢 你知道大家都 分批 你知道想办法去法国 我觉得线上教学可能 会少一点 因为台湾人的接受度 比较低一点 怎么说 因为今天如果是 我看我很多朋友 他们想要学料理好了 嗯 他们就直接去法国 对啊 为什么因为 可是花的钱 脸上比较有光啊 没有可是花的钱不一样欸 花的钱不一样 就是有一些人 其实他是想要去法国那边住 嗯哼 他就是想要一生中体验一下那个东西 哦就顺便 那当然也不错 那我们的学校就觉得说 其实 因为我们的学校也可以开实习合同 嗯 对 那其实是希望 譬如说 有人在我们学校念完了以后 他有一定的底子以后 他来法国考试 是 然后我们给他实习合约 他去 他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去其他地方实习 可以吗 现在可以吗 可以啊 还是在执行 现在可以 这个已经变成可以执行的计划吗 哦我们学校原本就有实习合约 比如说我参加你的线上教学 嗯 然后我是你线上教学的学生 就有六个月 就有六个月 其实不用期满 不用期满 就那个期间 一年半个月就有六个月的实习合同 我就可以去法国 我可以去法国 可以去你帮我找到餐厅 我就可以去实习 甚至我就可以考证照 意思是这样吗 嗯 其实餐厅我们会要求学生自己照 哦 对 哦 这样比较好 你给我实习的期间啦 对 是不是 就是实习的合约 跟我的签证有关 对 嗯 这也不错耶 因为其实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捷径 或许大家知道 我们上次有请高三蓝带的总经理 李宜君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们其实在那一集就有聊到 台湾其实有好多人好喜欢去蓝带学东西 嗯 也好喜欢去法国的Feronti 我知道 因为有几个民族也都在Feronti 我知道 还是Lanote 大家都会去那边 对 可是其实这三间学校有不一样的状态 对不对 不一样 这三间我都知道 知道 有执照吗 有吗 这三间都有实习机会吗 有吗 有啦 可是现在就是问题是 现在政府改制了 嗯 政府说 从明天开始你要考试 考 譬如那个 甜点的执照 2021年开始吧 甜点的话 嗯 你必须要连续就是 呃 14周的实习 嗯哼 诶 14周是几个礼拜 14周 14周 14周就14个礼拜啊 不 14周是几个月 两个半 对对 你必须要或是分7加7个 嗯哼 对 可是其实有些学校他开不太出来 嗯哼 因为找不到 那么多店家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对 等于是在线上教学有一个捷径可以 还有啦 我很好奇线上教学的费用 可是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因为呢上一次呢 呃高山蓝带的李怡君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自己其实身边也有朋友 他们还送到澳洲 并不是送到法国的蓝带 呃一年 一年一个小孩 呃这个爸爸非常大方 啊 花了250万 可是不知道去到巴黎洗衣 还有在线上教学 到底有什么不同 休息一下待会来 嗯 非常大方的爸爸 一年花了250万 读澳洲蓝带 好了 那你有读完吗 应该有读完吧 我也不知道 嗯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何欣漢 欣漢 可爱的欣漢在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 听众朋友可以去追他的FB 巴黎老姐 填除碎碎念 我们今天呢 也有把呃 专访新汉的这段影片上传在YouTube 我虽然不是YouTuber 可是呢 我上传的影片都非常的有用 听众朋友呢 如果 有我自己昨天晚上也在看 对啊 也在看 对啊 我们都充满了 我们邀请的这些贵宾 都充满了知识性跟资序性 啊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求知若渴 这个精神要一直没有改变 而且呢 我觉得能生为人 呃 我觉得跟一般动物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有很大的求知欲望 啊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途径 大家呢 都要以知识为主 才会有力量 刚刚欣漢在聊到 他现在在巴黎工作的这个单位 是一个线上教学 对不对 对 料理料理的线上教学 我刚才就在问说 甜点 厨 甜点 巧克力 料理 面包 料理还没有 我们还在制作那些录影 然后还有所有的投影片 可是在法国这种线上教学盛行吗 其实我发现 跟台湾的风气比很盛行 因为在台湾如果要讲到线上教学 好像没有 这个领域好像 我觉得是因为在法国 我刚才已经讲到 就是很多人可能他有面包执照 然后也有甜点式执照 也想在进修别的东西 那可能也有一些人他其实是工程师 无关 完全无关 可是他就是想要了解这一块 对 那其实 其实这样说得通啊 像台湾也有很多去蓝带学的人 他其实不是学餐饮的 他其实是做其他行业 可是法国人他们有时候会比较 要现实一点 他们会觉得说我这个工作我就好好做下去 那我先去一个线上教学的网 线上教学 然后这样我有空的时候周末看 另一个技能 对 然后我们还要实作 然后还要拍照 然后送到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会有评语 等一下你们线上教学好像空中 空中大学类似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还很严 很严 要自己自动自发是不是 对然后你还会 你可以问我们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都会回答你 然后就是给你很多建议这样 对 那其实很多人他可能是工程师 他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哪一天 试试看要开餐厅 可是法国人知道其实开餐厅这件事情 很难 不是说你去学了 你就是主厨 我们都以为会做菜的就会开餐厅 这是两回事 对 其实在台湾也是两回事 可是大家的 都是梦想 都是充满了梦想 所以我才说我不太想要变成 就是那种部落客 因为那样子太光鲜的东西 引起误会 会让别人有一种 confused 对 我不太喜欢这样子 所以这个线上教学等于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更清晰 他就比如说像空中大学 他来报名 然后呢 他也要缴交作业 然后也可以审核 然后他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线上 对 来要求解答 对不对 对 而且我们还会说 一报名了 我们就会传讯息给你 可是现在是法文版 中文版还没做好 法文版已经好几年了 然后就会传线上讯息给你 就说一开始你应该先做什么 比较简单 然后每周你要读理论几天 然后怎么样 看什么书 对 照这个进度的话 你大概可以多久念完 我很好奇 没有台湾学生喔 有中国学生吗 没有 因为 有法文很好的这种外国人吗 没有 因为大家还是喜欢 英文 没有 大家还是 就算不会英文 就算不会法文 大家还是希望可以出国念 哦 这个其实是有多重的效果啦 对不对 可是所以就像辛翰所讲的 想要发展成中文的线上教学 有可能吗 我现在就一直在翻译 翻译 对 把所有的都 所有的那个网站都翻成中文 那进度如何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我都翻完了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是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的伺服器在美国 所以我们那时候 中国那块的话 它挡得很死 在美国喔 可是如果在台湾 就创行无阻啦 对 可是在中国就全部都卡住 可是我就是那个时候是为了中国 所以我全部都翻 用语 我也都翻成 中文 简体中文 用语其实不太一样喔 对 黄油啊 奶油的话 牛油 还有什么 鲜奶油 奶油那些会反 就有点反过来 对 所以如果今天要开发台湾市场 又要重新 你知道稍微修改 对不对 对 如果可以的话 对 所以就是我在休假前 我突然跟我老板这样讲 然后结果 还赶不回来 我就回来休假 对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 这个要实施的话 动作应该是很快了 不过都没有想到伺服器在美国 伺服器也不能摆在台湾啊 台湾也进不去啊 伺服器一定要摆在中国啊 就是摆在中国的话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嗯 就是变成说我们只好用WeChat 嗯哼 又要换另外一个平台了啦 对 对不对 就是变成只能在手机这样上面看嘛 好 哦 平板也可以 对 已经有了初步的这个架构了 对对对 然后像你看喔 这边都有不同类型的 对啊 然后我们就是都是做就是考试的这种 所以我们也不会故意做的很花俏 还是很艰难 嗯 挑战难度 一定就是 可是我看这很难欸 就是 我已经看到国王派了 可是其实就是台湾要做的不能太高级 而且我们都不修骗 因为太高级的话 学生会 会有挫败感 呵呵 因为你们做的太美了 他做不出来 还有啦 你刚才给我看了这个应该 你们现在这个都还没有上线 对不对 有上线了吗 大陆的WeChat已经上线了 哦 那在台湾看得到吗 看得到 因为我的手机都有看得到 等于是如果你在大陆有WeChat 就可以搜寻 像这个的话就有食品 就有那个食谱讲义嘛 哦 下去 感兴趣的人 我们让辛亥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进到这里啦 大家其实就可以在WeChat里面 找到这个法国的线上 可是 我看 我可以看到那么多 是因为我买了 哦 应该不是说我买了 因为我是工作者 你是会员 对那像一般人的话就不行 不行 他就要先花钱 那我想要知道要花多少钱呢 现在有吗 就比如说要怎么样进入到你们这边 然后用第一手 呃 学到 这个就是是呃 是分布教学的 嗯 你看就这样滑过去 然后他会说 有相机的时候你要拍照 传给你的主厨 就等于是我的作业就直接在上面完成 然后这些 对然后就会说第一步怎么样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影片 哈哈 对这样去 去跑 很方便 对 好啦听众朋友如果对于这个 来自法国的线上教学 呃有关于甜品 有关于甜品的 你们就直接上到巴黎老姐甜厨碎碎念的FB 还是先等一下 我还是希望我可以把那个网站做好再说 好 对 你们就常常关注这个FB 然后呢跟何欣漢保持联系 可以透过一个管道 嗯 来窥见真实的巴黎甜点世界 可以知道他们的执照 到底是怎么样才考得过 谢谢欣漢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下次带小厨师来哦 下次应该要半年以后了吧 一年多以后 一年多以后 好 谢谢欣漢 也谢谢欣漢的妈妈 嗯 好 欣漢跟大家讲拜拜 谢谢 拜拜